天王郭富城虽然已经是两名女儿的爸爸 不过一边在实现自己的影帝梦的同时 郭天王也没有放弃自己的舞台 近日郭天王在澳门举行武林密码梦幻梦幻距离2.0演唱会 除了吸引一众粉丝捧场之外 就连一直在香港的大女儿Cantelle郭永熙也是做上课 演唱会后郭天王的太太方圆 迫不及待通过微博上载一段大宝挥动着荧光棒 在包厢里欣赏郭富城演出的视频 虽然视频一路只拍到大宝的背影 不过只有2岁的Cantelle跟着现场音乐 准确地扭动着自己的小身躯 果然是遗传了天王的舞蹈天赋 视频中间可以清楚地听到Cantelle用普通话喊出爸爸 看来因为平时带她的都是妈妈的关系 因此也用了妈妈的母语 而Cantelle的打扩甚至连下面的粉丝都注意到了 有粉丝发帖说看到Cantelle好几次站起来挥舞荧光棒 而除了视频以外 方圆还留言 整场都在挥舞荧光棒和爸爸一起跳 还一直说爸爸辛苦了 爸爸累 爸爸听到应该都融化了 呵呵 当然了 要知道郭富城当了爸爸以后 已经变成了一个百分百的女儿奴 他看到视频后 肯定乐开了花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